大家好,我正在石澳道 幻喊獎,今天正在這邊路徑此地 順道了解一下,在石澳道土地灣 早前有一宗撞死人的個案 罰了三千元了事 當時有個法官說不可避免的意外 我作為第一屆香港駕駛導師 我看看裁判是否公道 合不合理 我現在在石澳道路徑 根據車速,即是走50公里 如果走50公里,其實是很慢的 大家看看我的錶 我的車正在走50公里 現在我的車正在走50公里 其實50公里是很慢的 你看看,現在43公里 我走50公里 如果走50公里 其實沒有理由得不到 這些彎,比我走50公里 OK,好了 我現在就一直保持50公里 這樣向前走 我們保持車速 好,我們現在去這個安法演場 土地灣 我們現在來到石澳的實地現場 我們先了解一下 什麼烏龍 賣什麼藥 這條路我蠻熟悉的 因為我在這裡玩滑翔山 通常我過去十幾年前 我們以前的車載在這裏 我們車載在這裏 然後我們左邊 有一個位置是走上去 然後上去龍脊 走一條捷徑 然後就飛滑翔山 現在呢 我正在走50公里 這條路天狼氣清 你說有什麼踢出來 有什麼踢出來 大家看看前面 即是你現在一路 我正在去土地灣 現在我保持50公里 其實50公里是很慢的 譬如有狗、有人走過 我一定得到 現在我正在走50公里 OK 即是一定得到 好了 我即將會在這個案發現場 但現在一問一下 望前方 一直都 你說樹、草有沒有遮蓋著 喂 轉個400 米 到達土地灣 現在我是保持下50公里 如果現在前面有什麼突發事件 我一踢就停到 那次它只衝了40米 我們用一個現實版 50公里的車速 你哪裏有樹、哪裏有草 就這裏 按發現場在這裏 向眼望前方 你已經到達目的地 我們到達目的地 一路走 什麼樹、怎樣阻礙 我真的不太明白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按發現場 喂 這條路 沒有東西阻擋 這裏有單血跡 正是左手邊 這條柱 這個位置 這條路 沒有電動 為何這條路這麼直 會車死人 日光白白 又不是晚上黑 這樣都車得死 我調過頭 這裏合法調頭 我調過頭給大家看 再看一次 這個巴士站 我在這位置調頭 因為這條路線 是可以用的 OK 接著我們 一條路線再看 我們走回50公里 其實50公里 沒有可能走不到 我現在示範一下 我的Tesla 下50公里 我調給大家看 看看前面 快到了我的發現場 我調給大家看 現在有私家車 在那邊 譬如現在有東西 撞出來 一撞 沒問題 怎會由這裏 可以撞死人 大家看看 它在這裏撞 這裏飛過來一條直路 為何會可以 撞得死人 我真的不太明白 它撞完之後 沒有撞 沒有胎痕 但居然是 危險駕駛 都打得特別不小心 罰3000元 還是不能改變的交通以外 我是第一屆駕駛 改進導師 我真的 我真的不太明白 我現在正在駕駛這條路 Exactly 香港那些司法制度 我們小市民 真的不懂 我讀得輸少 我們真的不懂 駕駛我們認識了吧 我想我的手車 不會輸給律師 為何它撞完人 還衝了四十公里 就告入一條不小心駕駛罪 撞死人 罰3000元 真是想不懂 好 我們今天報道 再多先 好 現在我們正在去 這個案發現場 案發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圖 很清晰顯示 記錄了車速 現在我們正在走50公里 現在正在走50公里 現在先記錄一下 現在我們正在走50公里 走50公里 好 然後呢 就在案發現場 案發現場就是我們左手邊的位置 看著我這個箭咀的車 我這個箭咀的車 正在轉向這個彎 好 然後呢 就來到這個位置 好了 我們這裏就是 案發現場 我們這裏直路一路走 一路走 好 就這裏撞到人了 這裏撞到人 這裏撞到人 然後人飛到這裏 有血 然後車 在這裏才停 看到我們這個箭咀顯示 嘩 真是很奇怪 真是 一年容易又中秋 榴槤BB回來了 我們看到榴槤BB的老闆KK 今年我們香港人 有沒有馬來西亞和檳城的榴槤吃 有啊 今年榴槤BB準備了8個裝的冰屁月餅 裡面已經包含了4個克刺的冰屁月餅 再加4個貓桑橫冰屁月餅 好過去年 那個品種 那黑漆更貴 這次是一個升級版 那價格呢 價格呢 價格就不便 不過原價是590元 不過在華記基地裏 網紅基地裏 就可以優惠價 優惠價 優惠價388元就可以買得到 何時可以訂 現在又即是在受盈即止 提貨呢 提貨就在8月15日至中秋 都可以在網紅基地裏 那時間是12點至7點 那現在呢 大家記得打電話去 WhatsApp6998-6777 訂組了一位 那